投资平台工作人员让张大博下载了一个手机APP 因为张大博的手机银行转账汇款有限额 一笔只能转出去20万 张大博嫌麻烦就找了附近的银行汇款 准备汇款200万 银行工作人员觉得金额巨大 收款方又是个个人账户 怀疑张大博遇到了诈骗 但多次劝说张大博还是执意要汇钱 银行工作人员只能报警 杭州武林派出所民警吴俊一走进银行 就和张大博认出了彼此 原来十多年前 吴俊是张大博所住小区的骗警 你为不让了 吴俊一眼就识破这是一个骗局 但张大博深信不疑 面对大家的好心劝说 张大博同意先不汇款了 但到了派出所后 张大博打开那个软件给武警官看 还是想汇款 你还想坚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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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坚持啊 要么就是相信我们 根本 要么就是相信他了 根本就跟他接待了 觉得这个两条路了 你肯定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我拿着地区来的 你会想相信他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两条路 你说你还不相信我们 我们卡起来是什么的 你不要抬了 不要抬了 他来希望抬 不要抬了 别抬了 他别抬了 还要抬啊你 情急之下 乌警官一把夺过了张大博的手机 像家人一样好了 你家人你这样去投资 你肯定急的呀 然后我冲上去把手机抢 先制止他 对对抢他还跟我抢 我当时也是比较急 也不想因为他 因为这个事情 后面是后悔 见认识十几年的 武警官那么生气 当时张大博也愣住了 后来经过警方查证 收款的那个银行账号 已经被列为高风险账号 这下张大博才彻底相信 自己遇到了诈骗 你要想他能投出两百万来投资 那肯定是家里情况是还可以 对于他来说呢 这两百万不是说是全部是家当啊 但是我想就是 基本上家里主要家当的 那也也投出去了嘛 对不对 那损失也是比较大的嘛 差一步就 对差一步就损失了 后来张大博特地给武警官送去了锦旗 感谢他及时帮自己 止损了两百万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